每逢传统节日,央视都会举办相应的晚会 七夕节当晚,央视举办了两档七夕晚会 一档是在CCTV一播出的以宣传传统文化为主的古运新生七夕 另一档是在CCTV3播出的更像是跨年晚会的七夕晚会 古运新生七夕由萨贝宁主持 会请专家结合文物来科普古人怎么过七夕节 明星和舞者负责表演古风歌曲和舞蹈 这场晚会的明星数量比较少 由于是提前录制的,后期滤镜比较强 因此基本上看不到明星们脸上的细节 女明星的脸更是一个比一个白 在静景镜头中,张韩韵的脸部几乎显得白皙光滑 配上粉红色的眼影和口红,就像二十家的女生 本来肤色就白的宋毅,在加了美颜滤镜的镜头下 脸显得更白了,整个人仿佛在发光 万万没想到,晚会上居然有比宋毅更白的女明星 愈可为,大概化妆师给她选了最白的色号 不然脖子也不至于比脸暗沉几个色号 气息晚会当然少不了情歌对唱 因此央视邀请了两对夫妇同台演唱 陈松林和张夺夫妇演唱了《雀桥仙》 没想到央视的美颜镜头居然遮不住张夺脸上坑坑洼洼的肌肤 看来这滤镜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强 陈松林的皮肤状态倒是比张夺好很多 平滑细腻多了 不过穿了白色衣服的陈松林,在镜头下显得有些臃肿 第二对夫妇是沙翼和胡可,沙翼穿的是古风花纹的西装 胡可的裙子有点像睡衣,老实说两人在服装上不是很搭 沙翼眯着眼睛唱歌的样子,显得有些慈祥 有些日子没在电视上露脸的胡可,脸部饱满了许多 这究竟是她微微发福了还是去做衣美了 演戏时表现得像一根木头的鱼朦胧 在台上唱歌时也挺目的,像个精致的AI机器人 相较之下,CCTV3的七夕晚会明星数量会多一点 我们按照明星的出场顺序来看看他们的状态 李文是开场第一个表演的歌手,舞台上的她身材鲜瘦 脸也不像前段时间那么肿,整体状态挺好的 王耀庆和沉黎这对演过夫妻的荧幕CP在晚会上合唱了三首歌 光看画面,王耀庆仿佛是总裁在年会上演唱 沉黎真的太美了,岁月仿佛没有在她脸上留下痕迹 不过显年轻也是有代价的,没法做到十分自然 她的脸会有一点点的紧绷合肿 胡夏唱歌很好听,但她的古装扮相实在夸不出口 没有了刘海的修饰,眼睛小,下巴短的缺点都暴露了 凭浪姐三番红的王心灵受到了央视的青睐 不用像其他明星那样唱别的歌手的歌曲 可以唱自己的歌曲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可以说很有面子了 央视镜头下的王心灵,状态还是不错的 不过王心灵这条裙子选得不太好,那么瘦的一个人都显得臃肿啊 周深演唱的是王妃上一年的歌曲《如愿》 唱出了不同的味道,同样好听 因为生生不息增加了曝光度的刘席君也被邀请上了七夕晚会 状态看起来很好,挺美的 杨千花以一头标志性的紫色头发和浓重的眼妆亮相 看习惯了她这样的打扮 要是有朝一日她化淡妆,大家会不会认不出 孟佳表演的时候穿了一件复古的紫红色衬衫,衣服是复古的,但在她身上却略显吐气 更扣分的是孟佳的发型,让她的头顶显得很扁平 反正晚会上这一身的造型并没有发挥出优势 最后出场的两位男歌手,一位是肖敬腾 她唱的也是自己的歌曲《Marry Me》 把头发剪短并全部梳起来之后,感觉她便帅气了一些 张杰是一如既往的其刘海发型 刘海遮住了额头,让她的脸显得有些圆 难道她幸福肥了吗?央视的两档七夕晚会各有看点 大家会更喜欢科普传统文化的还是明星比较多的晚会呢?